周休假期要到了 许多朋友准备要安排户外活动 这天气状况来说 南来北往天气不太相同 往南走天气舒服 往北走的话 温度状况在夜晚仍然比较偏低 那我们来看什么 来看看北部地区的车站 在未来一个礼拜 低温的变化会怎么样一个趋势了 先来注意到 五六日一这几天来说的话 最主要就是微弱的东北风影响 夜晚的低温从今天的礼拜五晚上 一直到礼拜六日一 都是维持在15度的低温 冷空气的强度是一个偏弱的状况 但是你南来北往的温差 会明显的偏大 因为往北走云层多 有些中午的温度形态 说在17 18度 可是到了南部地区 中午的高温可是在24 25度 所以南北的温差的部分来说 可就有将近7到8度了 接着到了下周二周三的时候 随着强烈冷气团南下 强烈的冷空气快速的到达了 台湾的上空以后 使得在中部以北的低温 会降到12度的低温 这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时间 从周二开始周三影响 周四的晚上的冷空气 强度略减弱 所以礼拜四的晚上 升到了13度 接着到了礼拜五的晚上的时候 下个礼拜五就升到14度 所以下周二冷气团到 接着就会转为一个干而冷的天气 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这时候 真实色彩的云图 从云图上面我们先注意到 台湾在这边 在昨天到今天的时候 这华南的云带 逐渐的东移的影响的过程当中 我们台湾上空云层亮多 中南部因为阳光被遮挡住 所以高温的部分的上升幅度并不多 但你可以注意 在大陆的华中到江南地区 仍然有大片的水气带在东移 可是这个云层最主要在周休假期影响 就是在桃源以北了 新竹以南的话阳光会露脸 所以南北的温差也就比较偏大 接着来看到彩色云图了 彩色云图上面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冷高压系统已经东移了 另外还有冷高压在比较高纬度通过 但因为华南的水气影响 主要在江南一直到华南以北 这一段区域 所以当这个云层通过的时候 北台湾上空的云层 在这个周休假期 相对的都会比较偏多 不过下礼拜二下来的冷空气的强度 就是算是比较偏强的冷空气 那我们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 晚上的外岛地区温度仍然偏低 当然是云层量来说普遍比较偏多 台湾本岛部分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早晚会有点短暂雨 中部南部天气起 小叮嚀两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天气冷 穿着方面要保暖 近海风浪大 海钓的朋友要小心 优优独播剧场上 感谢观看